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护国神山珊珊老师 行情给有准备的人 标股给有卡位的人 今天台股再创历史高 但是却是上演了开高 急速的往下坠落 很多人说这个行情 好像云霄飞车 也有人说这个行情叫大怒神 不管有什么称呼 我们希望我们的大盘 能够再接再历一路的冲高 当然在今天的转换过程当中 不免这个开高又走低 又是一个黑K 黑K到了今天 我比这个就是 今天再收一个十字 今天十字它是属于一个有肚子的 非常大值 前两天也是十字 但是这三根都是黑色的 通常在这个高档的位置 形成这种K线 代表多空看法两分歧 有人认为比较好它会去接货 有人认为这边要跑它就要卖出来 所以在这边一直多空大对决 说实在的 多空大对决到最后一定有一方会获胜 目前还没有很明确 因为总是处在这个位阶当中 有时候是上涨有时候是下跌 但是K线都是黑色的 那么这个行情该怎么解读 首先我们看今天这个格局在我们的台股当中 今天最高点叫20397 20397就是代表台股在创高 但是在盘中有一盘杀破了 哇两万不见了 那这急速杀破 那杀破在反手 但是中场这个指数的部分还是下跌的 那这个部分今天比较特殊 又来一次了 就是高低点 哇420点 通常在一个大幅剧烈换手当中 才会行情这么大 这么大涨大跌这样子 所以它的润局非常的强大 那么润局非常强大 代表也不代表说完全不好 那时候黑K也不 就是你要看下面接下来 这个换手的人我常常在讲 换手再换手最后换到谁的手 如果这个接手过去的人 他能够有更大的实力 那么行情还会滚动 那么今天出现这个K棒 该如何解读呢 今天叫做有肚子的大黑十字 首先先来检视 昨天我跟大家讲 到了昨天这个大盘的形态 叫做高档黑二星 也就是在这个部分当中 最高点 然后昨天并没有再过高 但是这边出现两根都是黑色的 那么两根都是黑色 我还是以前一日 这个十字的高低点 来论多与空 那么今天呢 这个20084 有没有站回去呢 有耶 今天收20126 但是问题来了 今天这个呢 有肚子的大黑十字 上面很长 下面也很长 那么这个地方呢 各位有没有看到 涨了17点 这个地方代表呢 我们台股的20大排行榜 20大排行榜当中呢 加总起来其实是上涨的 那换句话说其他股票是在跌的 今天是反过来 那么这个部分呢 就是下跌加速呢 大于上涨加速 而OTC呢 今天后来也是翻黑了 那这个地方代表内资呢 有些许的有部分的换手 那么在这个部分呢 昨天是一个小黑十字 那前天就是上礼拜也是黑黑的 延续到这边呢 昨天的行情是再收一个十字黑 那我说呢 昨天是没有攻礼拜五的高点 也没有破低 那量急缩 这个口诀呢 我给大家就是过头中继再涨 断脚回撤2万 那你这样问我 实际有过 哎呦有下来 问题是你过要守住 你不能再回来 那你断 你没有再回去就直接下去 那今天刚好呢 它是这样这样 那又把它包起来 好那这时候呢 来看今天这个格局 好这个地方呢 拉近给大家看 今天这根线比较特别 它呢也是属于一个波峰大黑十字 就是在山顶上收了一个非常大 但是这个大呢 它又是把前面两日包起来 照理说上周五这根线已经很大了 昨天比较小 但是今天这一根啊 直接狼刮了 等于这三个呢 在最高空的地方啊 出现了这个三颗黑猩猩 那么三颗黑猩猩呢 直接拉下来 今天的量有比昨天大 那么在昨天的行情 中情的一个论举当中呢 这个量是缩的 那前天也是大的 那换句话这边是一个多空对决的一个走势 所以呢这个技术面来讲呢 这个形态是偏弱的 那么要化解这个弱势格局啊 必须要有个大红K来化解 那所以呢 今天这个形态组合叫波峰大黑十字 那么波峰大黑十字呢 我必须给大家两个 这两个呢 并不是说要看这么远 而是它目前处在这个规格当中 它是这样上上上下来复的振回 那我们在看这个格局当中呢 以这个关键下先给大家 那么高空高档呢 有三个黑猩猩 那今天是穿头破低 破低哦 是破这个这几天的低 然后振幅达到420点 表示多空看法很分歧 那么这句话请各位注意哦 请你做好准备 近期将有单边数 因为振到最后呢 总会呢 有一边会获胜哦 一个是中继再涨 一个呢是先回撤哦 那么今天有先回撤2万哦 有哦 那么呢 以今天的K线的高低点 来决定盘势后续的强弱 也就是说今天它有来回撤2万 破了再反手拉 那拉回撤当中呢 今天收这个数字比较高哦 这个这里叫做10126 看这边有跌破2万 但是拉回去 所以呢 今天呢 就如同我当时讲的哦 如果是断角 顶多回撤2万 那今天来了 那来了是不是交代 这2万已经回撤完毕 再反手拉 那明天就很关键 最好拉一根红K来化解 OK 那这行情呢 能否赶快扭墙呢 当然与我们这个台积电 有很大的关联 这台积电呢 今天它是涨2块 但是在涨2块过程 其实它在尾盘的时候呢 是压了4块钱 压了4块钱 这边多了7千多张 那台股是加权指数 那这个部分呢 就造成了我们尾盘指数呢 又比较少了一点 在昨天的台积电呢 它是也是下跌的 那这个时候呢 台股今天有创高 但是台积电这个地方比较特别哦 哎 还处在这 台股有创高 但是台积电它一直在 从这一天796之后 一直在这边形成了横盘 不管它是跳跃式的 或者是黑色或是红色 它始终在这个区块当中 那么问题是这个区块当中 已经盘到没有以前的量这么大 越盘越小 如果是以台积电这一块的均量来讲 这边是比较少的量 所以这边呢 它也造成了跳跃式的走势 所以以台积电到底能否赶快去上涂 上涂就是796块上涂 或者是要下破 那这个地方就会主导 我们盘式的强弱度 那目前台积电还属于高档横盘 那台积电它那边有一个多方缺口 希望它永远不要补就处在那里 那行情就会越震越强 OK 那当然在这个格局当中呢 今天很多的股票 不明就是尾盘把它杀下 或是中场把它杀下来 那在杀下来的过程当中呢 我今天有调节部分的股票 那调节部分的股票呢 叫如同我昨天讲的 我调节完之后 我的钱要摆哪边 那今天当然有这个样子 第一档这个档股票呢 今天是小胖卡开出来 那小胖卡开出来勒 今天它还是算是比较强势的整理 因为之前我跟大家讲 当这档股票呢 昨天是涨3块 然后在3月22号的时候 跟大家宣告 全力扫货 为什么要全力扫货呢 因为这档股票啊 其实它的体材非常好 但是呢 有时候就是那个筹码在交换 在3月21号的时候 我跟大家讲到过 这档股票看起来很鸟喔 跌到跌破300块 跌到291 那当天呢这个走势呢 我以这个技术线型呢 帮它画两条线 那么两条线的含义 就是跟各位说 这个股票呢 它是从这个地方直接 啵上去 这边呢很多的利多 比如说那个什么 灰塔老板啊 在美国去他们摊位啊 但是问题是 讲了还是一样下跌 那么在下跌这个过程当中 有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这样子下来 下来到这边呢 好像量有比这边还要大 那代表这边换手再换手 最后换到谁的手 所以当天呢 我就为这档股票呢 以形态学要大家注意的 已经回到它喷出的点位 请留意反转讯 那么来到这个位置 就是这个 我画的这个线的这个规格当中 你可以注意要承接 那顶多呢 你的风险设在这个下面这边就好 那果不其然呢 在3月22号的时候呢 马上反托走涨 那我把这个拿回来 有没有 形成这样 来到这个位置当中反托走涨 刚好测这个 我画的轨道线这里 那当天呢这个量非常的大 很大的承接量反托走涨 那么从这天开始呢 我跟大家讲这叫破底翻扬的一个走势 那么低档报大量 一早呢我们全力买进 终于被我等到了 那等到之后呢 后来在昨天呢 它持续往上面走 收一个十字星 那你既然是大阳线的刺售一个十字星 那你今天一定要完完全全 沾上十字星的高点 但是它没有 那所以呢这个股票呢 昨天这样 今天这样 那日K二连红 到了昨天涨幅比较多 那今天它没有再创高 所以呢 我呢在盘中就一大早把它卖了一半 那卖了一半之后呢 它收一个小黑 但是问题是它这个筹码呢 并没有跑掉 今天呢它这个量比较少 所以这个呢代表卖压并不重 因为这边是连续修正之后 它先行的反转的走势 所以呢这档股票呢 从这边到这里涨幅已经22块 那我今天先行八档一半 那明天另外一半呢 我会做买进的动作 还是卖出的动作 大家都要多多留意 因为现在呢 在目前这个高档位置当中 指数在正 指数呢跟很多权重股加总起来 有很大的关联 但是问题是个股的表现呢 跟大盘也不尽完全相同 今天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 就是很多的股票被关紧币 那个什么店 那一大堆店呢 关紧币呢 反而呢越关越大尾 那今天是来自那个区块 那当然呢在今天这个结构当中呢 我顺势的调节一半持股 那大家会关心 明天我到底要买回还是卖出 这个地方你要多多留意 那么从这边涨到这边呢 已经涨了22块多 那我想呢这个标股呢 给有卡位的人 如果当时呢你有做这个卡位的动作 那你今天自然呢就能够顺势出坨 不会呢到今天看这样子 不晓得要怎么做 今天呢要买还是要卖 如果你先前有卡位 今天当然知道你要做什么动作 我当时有跟各位讲到过 所以每一件事情跟每一个行情 看你在要什么角度 如果当时你愿意认同这样的概念 那你卖的股票可以再转股票 这样了解吗 那当然呢这个今天呢这个 昨天呢我不是跟大家讲 我有卖的股票 今天会接什么吗 当然那豪哥我今天没有买 我买了另外一档 另外那一档我都会给各位看 但是呢在这个QR Code呢 很多人说有时候来不及扫 那请各位准备好好不好 这个手机这个QR Code可以扫一下 包括我的LINE的讯息 还有Telegram盘中的讯息 那这一节如果没有扫到呢 我会放在第二节的Ending的时候 大家可以利用你那个手机拿出来 然后Ending的时候呢 可以扫这个QR Code 当然在目前呢这个四月份越来越近 很多人说第一季到底有没有行情 绝对有 看你怎么去经营 那么呢从四月一号开始呢 下个月啊这个部分的那个会调涨 那大家就参考一下 那现在先进乱港告马上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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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19933 人生如股市变化莫测石沟石沟石地 股市如人生乐极深悲体极泰来 唯有客观分析精准研判才能成为市场最大赢家 让何老师带您掌握市场趋势 让何老师带您掌握市场趋势 今天豪哥我没有再买回 那我到底买什么呢 好首先请大家看一下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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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获 这个叫天狱 今天它还是逆市上涨的股票 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会让本间K线选中 一定有它特殊的一个走势 这个股票呢 在目前这个位阶当中呢 它是一个横盘 那么横盘当中 它们有一些波度 那么目前呢 它从这个区块当中呢 它是突破 突破然后压回来 这边已经有好几天没有量了 那没有量呢 这边呢 就可以发现它是一个 连续多新的状况 那么连续多新的状况呢 今天呢 它既然能够开始呢 增温的一个走势 那这样呢 就做一个买进 那果不其然到了收盘的时候 哇 这么大量啊 哇 近期的大量 那代表大脚挤进来了 那通常呢 很多 从这个档也可以当技术教学 凹洞 突出 凹洞突出 那通常大家要买呢 买到这个不知不觉的 这样子 有没有发现这个区块 跟真的不太一样 这边开始有吃货滚动的现象 所以呢 明天大家可以注意 手中有货的呢 看它用什么方式 过这根黑K的高点 然后就是这个柱子 比较高这边 用什么方式过 如果呢 它能够很干脆的大支的红K 那这样直接越过 那么呢 就非常漂亮 尤其越过今天的高点呢 就有很大的几率 直接呢 直接往上面去喷出 因为呢 我常在讲 每一个年代的英雄人物不一样 当主油体材来的时候呢 它就有机会呢 持续的往上攻坚 当然 霸占每一档股票呢 大家都要是 还没有爆喷之前 就要卡位好 如果等它爆喷呢 我想你们去听news就可以了 对不对 昨天我已经把那个像台大店 那样卖掉了 今天就下来 所以每一档股票的生命跟位阶 其实不一样的 该买要买 该卖就要把它卖掉 那这档股票呢 其实我们经营了一阵子 那这档股票呢 今天它算是上下洗刷 通常涨了3.5元 最后一手价 这买了1270张 从这个现行呢 当时我讲过 这个是一个大底 一个大底突破回撤 这边会跟这边会不会对称呢 那各位现在看起来 好像有点退称 这个底很漂亮 我当时讲过 这档股票呢 其实它也属于散热题材 那也属于法人 比较喜欢的股票 尤其在这个区块当中 我有建议大家呢 可以好好收获 这个地方我们的确有收获 那收获呢 当然你万般耕耘未喷出 那法人呢 在今天呢 开始呢 极力的直接买进去 昨天就有一些眉目 看它这个量 有没有 已经出来 昨天就有一些眉目 今天直接上去了 那目前呢 以这样一个走势当中 法人涌进来呢 那各位留意了 明天它用什么方式 去越过这个 这个黑K的高点 如果它能够正式占我 这个黑K的高点 我想这边都 这万般打底就是喷出了 那这个股票呢 当然呢 我们就把它卡位好 今天有会员很开心说 哎呀这股票这样拉 因为这一盘呢 很多人很害怕什么 啊这边出货 如果 我把它停在这边 如果后面都不看的话呢 这边挡住哦 都不看 好像快要掉下来 但是你看的时候呢 它们是洗刷刷洗刷刷 所以呢 你们去发现 这个股票呢 当它在滚动当中呢 这亮 胃盘一定是蒸出来的 这叫强性的一个吃货换手 所以呢 我今天跟大家讲 大盘处在目前上面三个 十字黑的 换手再换手 最后换到谁的手 那这个时候就要留意一下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个 今天有一档股票 比较特别一点 这档股票 这档股票呢 今天走势很丑 到底有没有关系 它叫做广运 昨天 那今天 好 问题来了 要转好运买广运 那是我们之前就买好 那昨天拉涨停 那么今天呢 一点高 早上都好好的 尾盘突然这样下来 那问题是呢 看起来是很恐怖 当时这边不是有一个很便宜的价格 很多人都不认同 那当时我进去收货了 结果直接就飙了 到了今天呢 它再做一个回撤 那做一个回撤呢 其实这档股票 我做了很多次了 在3月14号的时候 我讲过 这边它是这样突破 那这边洗刷 在这里面 大家可以寻求 做一个买进的动作 那当时呢 我们有进去买 然后呢 在那边做盘整 排整呢 只要逮到机会呢 我会建议我的会员去买进 买进之后呢 结果 哇 昨天直接这样子 跳空上开 拉出晴天一柱 那昨天我也解释过 大脚挤爆之外呢 还有个题材就是呢 融卷回补 昨天是融卷最后一天回补嘛 所以这个柱涨直接就拉上去 那今天行程败笔的没 首先 昨天是形成一个上涂的格局 晴天一柱 万八岸跟云未喷出 从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 足足涨了C块 对不对 好 那么问题 今天这一根 这根线看起来真的比较丑 但是还有一个地方呢 不用把它判死刑 就是这个地方还留一个多方缺口 那昨天这根红K的量 有比今天这根黑K的量 还要大 那今天其实比较可惜 就是盘中开始杀股票的过程当中呢 突然出现了 大家看了很多股票 开始指数下滑 开始那边开始有点到货 原本早上都还好好的 这边就还好好的 突然就这样子 大家吓得要命 直接下来 所以这张股票 它属于一个包覆的大印线 那包覆的大印线呢 还好它有留一个留多缺口 那明天呢 我会论这张股票的强弱度论去留 因为呢 我说一张股票呢 它的体材没有改变 但是筹码在这边 那边呢是滚动式的筹码 那么当然滚动式的筹码 在这边来来回回的洗刷当中呢 你就要留意了 这种滚动式的 那这种股票呢 能够助涨助跌 那么接下来 接手人是谁 那明天 我会在盘中跟各位说 那你要赶快把我的Telegram加入 那这个地方 你就可以得到我跟大家的叮咛 那当然这个地方呢 这个高价股啊 这个微影呢 自从那天我跟大家讲 在低档呢 做一个买进 今天我做什么动作 昨天呢 我有请大家来预约 对不对 好 那今天呢 它尾盘后来呢 它是跌40块做手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可以发现 昨天跌30 3月22号涨70 3月21号涨30 3月20号涨20 那这一天 这一天呢 它是跌20块 那比较矮的位置 3月19号 那我跟大家说开始收获 那开始收获呢 那开始收获呢 来到这边呢 我说这边可以做一个买进的动作 因为呢 它已经连续连续 开始一个走跌 来到这边呢 是近期的一个滚动的大量 所以这边呢 可以做一个买进的动作 防守点设这里 它有两个体材 一个是回答概念股 一个是00939的成分股 那后来呢 到次日呢 它还是连续黑色的 那等于是日可以使黑 对不对 那我说已经达到 这一天达到最低量 那这个地方呢 代表有买跌止跌的做法 这边防守点设这里 到了21号呢 还是黑的 但是价格已经在涨了 那这档股票呢 价格在涨了 但是它的K线 还是黑色的 那我说呢 这档股票随时会反扑 请各位做好准备 到了3月22号 上去 那这个形态呢 也是一个连续多新的状态 那连续多新的状态 这边呢 是比前一日是增量的 那边涨幅已经来到180块 那到25号呢 诶 这边拉了一个黑K 那但是黑K是没有亮的 那这个红K是有亮的 那我说呢 来预约买点 那今天呢 刚好不用追价 我下来 我定价买 不用买到 一样防守点设这里 今天定价买 新会员有买到 我定价买 那所以我做每一件事情 有跟大家讲 那形态跟规格 所以每一个股票呢 买卖都要理由 不是今天你 情绪 今天你开心呢 就去买 然后今天不开心就买 不是这样做的 当然呢 近期这个股票呢 联发科 联发科 联发科它的小金基 近期呢 它的就盘整 从那天突破之后 开始做盘整 今天呢 它的量呢 不到千张 只剩下 只剩下几百张而已 那目前是 今天是跌六块做收 然后前几天是上涨上涨 那这一天我跟大家讲 它的现行是从这一天呢 开始反转 由这一根低档包覆 直接把它吃掉了 那低档包覆 直接吃掉的一个过程呢 我说确立反转 那确立反转之后呢 有没有 反转就上去 那来到这边 我说遇到这里 刚刚好它的反压 那反压这个地方呢 卖压比较重一点 这边大家知道 我有拿机器人给各位看 对不对 然后呢到了26号 它这短压一直没有办法过 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讲 目前这张股票呢 从低档这个反转讯号 是确立的 是601块 这个低档这个柱子 是有在这里 目前是来来回回的洗刷 那短压还是看这里 看何时呢 能够越过这边 并且要带量拉红K 那这个整个行情 就会做一个翻盘 因为这个呢 我还是拿图片给各位看 我把它拿出来 这里 这个好 这个我上次有秀给大家看 这个体材是这些啦 不管是要晶片 还是它的机器人 这个图啦 我上个礼拜已经秀过了 大概是这样子 因为每一个 每一个筹码在交换当中呢 就是要看 后来它的持续力道是如何 如果能够是换到大脚的时候 整个行情就会持续的翻盘 当然这个行情当中呢 还有这档股票 我要跟各位讲一下 这档股票呢 连勇 我已经开小胖胖卡 卖了一半了 对不对 那另外一半呢 我还是给它抱着 原因很简单 因为呢 目前联勇呢 它还是在这个区块中 来来回回的一个横盘整理 所以它这个 624跟564呢 润局好像比较大 因为本来就是高价股 在这边来来回回游走 那我在这边买呢 这边有卖掉过 这边买这边有卖掉过 我跟大家讲嘛 我卖掉了 调节部分持股 这边涨幅达30元 那今天呢 我就没有动另外部分 因为它还在形态规格里面 所以呢 任何一档股票 都有它的蛛丝马迹 那希望大家呢 赶快来预约这一次的行情 明天到底要买什么卖什么 稍后呢 大家把这个QR Code给扫下去 盘中呢 在Telegram会有讯息 那盘后呢 在那个LINE会有讯息 好不好 等会就take这一张 祝大家做股票天天一转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 投资风险